台灣的豬肉價格為什麼會這麼貴 一頭豬是怎麼決定 它的豬價是一公斤 一百塊、八十塊、九十塊呢 我們現在來到雲林的肉品市場 那包括台中地區還有其他縣市 豬汁都是運到這邊來去做拍賣 誰來賣、誰來買呢 那現在看到其實 這些豬汁都是載到這邊來 然後拍賣完之後 它上面有蓋了很多印章 這個應該等一下要再去屠宰場 那台灣人都要吃這個溫體豬肉 所以都是豬汁在當天早上 運到這裡之後 進到這個拍賣市場中心 決定價格之後再走 那可能就再到屠宰場 我們進去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去做拍賣的 大概每天這裡平均可以拍賣兩千三百多頭的這些豬汁 那到這裡之後呢 這些豬汁他們要建立很重要的基本的資料 包括說這隻豬多種公豬或是母豬 不一樣的這個豬汁會有不一樣的起標價格 透過這樣子一個路線呢 他們會到這邊然後再去做編號 然後呢去讓他進到這個 所謂的走秀台 來去讓這些拍賣的人決定的價格 不過另外呢我們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 像這隻豬呢 它可能就是可能有比較特殊的問題 可能是像駝腳啦 那拍賣場為了保障買賣雙方的權益呢 那可能就是另外在這邊 如果買家們呢 他覺得說可以接受這個價格 那就另外再拍賣 那到底買家是怎麼決定 每一頭豬不同的價格呢 那首先呢 每一個買家都要有一張 自己的這一張IC卡啦 你裡面有多少口袋 可以買多少D 有多少價格 那你要插進去這張卡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按一下拍賣價格再多兩角 那之後呢就會透過這個螢幕呢 然後一直跟著價錢 一直跑上去 一直跑上去 那最後得標的人呢 他同樣呢就會記錄在這一張卡上面 那如果你是VIP的話呢 那就是不一樣 會有另外一個更厲害的機器 我們來看一下 理掌理掌 抱歉了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你這個價格是怎麼決定 你試這個 決定就是拍不完它的開價 我看這個在那裡 它的價格夠再生多 我來進吃這樣 是怎樣 一般的都只有這而已 你VIP有這麼多個 我VIP就是我要買這些 加工槍 冷凍槍 還要買一些批發商大賣 你一隻差不多要買幾隻 差不多300隻 一隻買300隻 你都做冷凍的嗎 對 做冷凍 你怎麼逛啊 逛就是在那裡出來 我們看它有肉有肉 因為它會先肥肉 有時候比較香 油太多 我們就要價格要繼續 先要冷凍的 先要冷凍的 就是價格好嗎 對對對 工的跟木耳的有差嗎 有 木耳的價格好嗎 比較好 怎麼說 因為木耳的30歲比較漂亮 工的30歲就叫我的肥肥了 是怎樣 有的工50塊 有的100塊會差這麼多 因為你要看它的工廟 你如果工廟有的百里山 很標準 還要先過大 百里百里山也要先過大 所以百里百里山就最好的 對 最好的 腳村要看八百的 八百的 後腿的肉才會多 你差不多一秒鐘裡面 你都要決定嗎 差不多啊 對 速度這樣我就要決定了 有時候在賣這條我就看後面這樣 嘿嘿 是怎樣這陣子價格會這麼高 聽說用在 預算率不好 還要淨口肉 新的量也減掉 嘿嘿嘿 那價格有關嗎 有哪些高 有哪些高 你們自己怎麼會看一看 我都看這個 提早一天都有預告 要打賣的頭數 我心裡就普普知道 那個價位差不多多了 嘿嘿嘿 像今天你差不多2300元 對 2300元 那如果要跟2000元 以後的價格就一定高 那上面最起碼起一兩戶 嘿嘿嘿 但是市場有在做這個調節 也不敢讓豬仔太過小了 也不敢太過小了 這算我們這個母豬的打賣 有這個制度啦 很好啦 對啊 不好意思我幫你運用 你這麼飽再吃 不會啦 我肚子餓啦 要來看 好厲害喔 你來買豬仔買多久了 買20一年了 你主要都是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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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全國最大的山地 這根本是雍地雍最大 我天使啦 第二啦 不過在我們的看板呢 在左邊的上面那邊就是編號 像是現在是443 就是已經賣了443頭豬 那右邊是它的這個重量 那下面就是最最最重要的 這一頭豬它呢 一公斤要多少錢賣掉 那在右邊的螢幕呢 它會有下一頭的重量 還剩下多少頭豬可以來賣 那另外呢 在最下面這邊呢 是說這些豬呢 是誰在養的 透過這些資訊呢 來讓買家決定說 要不要買 要多少錢來買 理長 不好意思 來跟你調查一下 你來這裡打不打不打不久了 七年了 我聽說透過澎湖啦 南部啦 都是你在買的 澎湖跟台北 譬如說一公斤買一百塊 那到澎湖之後 價格可能又會再上去 可能會變一百二百 到一百二百 然後這邊買了之後 就是冷凍起來再回去澎湖嗎 澎湖的話是為活租過去 活租 再活租過去那邊租船 過去布袋那邊 做船再到澎湖那邊租船 所以澎湖包括領島這些租價 也都是在這邊做決定 這邊做決定 然後 中間會有一些運費跟租宰過程 這些費用再加上去 但是高低起伏就是這裡在決定 對 那為什麼好像今年租價特別高 像新北市平均還會出過一百塊以上 主要有一次原因的就是 半年多前會有一些租資質的可動化 所以總租量有效 會越來越高嗎 這種九十幾塊一百塊的 可能會到中秋節 我的預估 因為中秋節那個天氣涼了 它的復陽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租量就會上來 像這一頭它就是所謂的緊迫珠 那這一隻緊迫珠我們看到 就會有獸醫馬上出來 那包括做一些檢驗 那是否可以屠宰 所以當這種特殊情形的話 在拍賣場這邊就會有獸醫出面 來去看這隻珠接下來該怎麼處理 然後可能在拍賣的價格 或是處理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不過這些都是很簡單的介紹 那這中間會牽涉到很多 包括季節 包括到貨量 包括買家的意願 包括整個市場 包括相關的這些疾病 或其他的因素 那我們就來找雲林拍賣市場 最重要最關鍵 負責拍賣的業務客客長 來請教他更多的問題 欸 褲長褲長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有很多問題要請教 沒關係 我們裡面一個 謝謝 有很多 歡迎 感謝 selection 鋒長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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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吧 我也有很多 характер褲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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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Оد 後來就是玉米、小麥 每一項都在蓋上 你像電池、油池、什麼都蓋上 勢必都會影響到 你看再來上兩年後 後來在那小孩流汗的部分 養成率真的很低 育成率很低 所以導致低越來越強 它到底是欠多少 譬如說我們現在跟去年同樣四月 差多少 那天我看到的報表 至今應該欠差不多八萬隻 一年欠八萬隻 差不多八萬隻 預申率越來越低 在那小孩無關的養療 導致豬籠一直退場 這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養療貴 勢必養不合 那養療減成本到底減多少 養療減成本 有四五成 差不多 我們之前政府因為要奉集八萬隻 導致說 之前有養廚餘的 現在都沒有在養廚餘 就是政府要補助他們下去 讓他們改建能提名養療 而且為會養下去 勢必也是怕鋁幾乎賣多少 賺什麼 他們的養殖方式也不一樣 father 導致她們慢慢的退場 所以擺人的一直收起來 我請教 剛才我們說一般來說 黑豬應該是養廚養…養圍 因為他們都有養ielt等等 按照你說 市民雄的部分一定比白豬比較多 但是剛剛你們打完了 白豬有時候比白豬比較多 這是需求量的問題 因為這隻豬特別漂亮 適合他們在傳統市場拍賣 因為需求量是不一樣的 不是說特別黑貼就是貴到什麼程度 也不是白貼就特別燒到什麼程度 這是要看貼斑 這是乳豬的體型 這就是養豬籠有的很用心 就是他們一直改 飼養方式會一直改 現在也有一個說法 像我這堅度這麼大 浪度 這就是浪度 這我們在說的就是浪度 它比較細 我就想一想想 因為有人說它的鑽鑽鑽好 這個鑽鑽的時候沒有出 就給它做吸收 你如果吸收越吃越大 這樣會好 會有通 不可能 因為你越大吃 第一價是越小 勢必是不合 我們的平均是120至130 這是我們的體重 豬隻的體重 這是最漂亮 這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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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有一個百五公斤的 八十幾塊 八十幾塊 那如果百二百三的 九十幾塊 對啊 甚至比較破百 對 我一直花錢 一直用鑽鑽下去 鑽這隻 結果我賣出來的鑽鑽還越壞 這樣有可能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說 要他們吸收 不可能 因為他是 可以換一個方式 說他們下來的鑽鑽 我們要調配那個數量 需求量 所以有的時候排到最後 他們有他的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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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這沒什麼可能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逢到節日 你想說我們這次的 現在清明 清明 清明我們有休三天 你這三天你租就多多大隻 會導致就是這樣 因為節日過後 那是坐後天會比較大隻 我在想像四月催的時候 我查你們這裡最關係 好像平均 差不多九十桶 九十八塊 那台北百塊 對 但是接下來還有五日節 我不知道母親節有關係嗎 母親節也有 勢必都有關係 還有一個五日節也有一個 還有一個葡萄中圓 這節日都有差別 七八月兩是最少 價錢是最高 嗯 因為 我們可以說 這是季節的關係 因為你越暖人越嚴重 豬是越不動 豬不動 豬不動他就是不吃了 他就是不大 你如果肝人 他豬比較有活動性 他要集中什麼 他就去唱了要吃 所以他在大特別比較快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七月八月 那價錢是最高 對 兩最少 我們是最 用一個說的就是豬比較不大 對 就是他比較不吃 他就都點開的 只想要生水 豬很愛生水 對 他都會去生水 豬很愛生水 對 其實豬也很愛乾淨 他不是我們一般來說 豬很高 豬很高 豬不是豬很愛乾淨 我比較不敢 我剛才看 這樣 你把電 實在說 我們 顏色的人看起來 不敢 那會比較讚 你認識一下 這輪都有改過 它的電流 是在差不多 15至25左右 那時候我們有另外再改過的 不是像我們平常 那種電流 沒有沒有沒有 那輪又改過 對 所以我們 微電流 微電流 對 就是微電流而已 我記得以前 我之前做記者的時候 我也去那個 包括拍賣圖 沒有沒有 現在不是 那電流 塞啊 流啊 都爆爆出來 所以現在其實改良很多了 這是改良過的 因為你要用那個電 第一樓機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的 台車才會拔開 那是不行的 那第一樓機的出費 所以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那都是 微電流 這樣有改過的東西 這整個都改過了 這全部都改過的 這不是說 你們看到的 好像要給死 要這樣電 不是我們那是改過的 他只是說 在那裡 穿太快 要阻止說 要讓他們 不必走那麼快 慢慢來而已 還是說他們不緊張 對 對 所以這是改良過的 這是改良過的 這是微電流 是改良過的而已 那原理是說 整個大台中 都來你們這裡拍賣 我們這裡有台中 屏東 高雄 台北 各 全國都來這裡 都來這裡 是呀 是呀 保險朋友 現在都在我們這裡買 所以基本上你們這裡的價格 就是全國的價格 重要的參加 嗯 就是我們這裡的價格 都是全國在這裡 在參加的 如果我 記得到差不多十幾年前 地價在賣的時候 後來就五、六、十塊 現在地價在賣 後來就九十一百 是 那都是治療所 是 不像現在 連翻一直在漲 翻倍在漲 你看那治療已經翻四、五倍以上了 你看 治療翻四、五倍你的租價 當然 勢必 你說原物料 油價啦 電價啦 玉米什麼 都一直在漲 還有環境的成本 對啊 設備要改善 你設備沒有改善 勢必就 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但是有時候 我看我只有這幾個月 四月的時候 完完到百元 過差不多一禮拜、兩禮拜 又六十幾塊 怎麼會只有一個月 你說四月 改變也沒那麼大 怎麼會打不下多少 有進口肉進來 其實會造成 豬籠恐慌 他們怕價錢掉下去 他們賣好 所以他們恐慌 就是一直拚在出地 店舖不是洗手 不是 是趕快賣掉 對 因為價錢一直大半半 他都怕到 他們賣好 我還要賣一隻 然後一隻 我當然也比較快賣賣 但是慢慢的 現在已經平穩這個價錢了 所以豬籠 對市場慢慢的有信心 有信心 他們就是 後來我就一天固定幾隻幾隻 我就照你們市場這樣排 這樣賣 不然恐慌 我豬不買不行 怎樣怎樣 結果出來都洗一下 我再請教你 像政口 我們現在也差不多有10%的豬肉 都政口 包括加拿大、華蘭、美國 美國其實是很少的 現在說 因為豬籠多元 包括政府說 我們如果豬籠多外國的豬肉進來 這樣對我們整個市場 還是平衡物價 有什麼幫助嗎 也沒有什麼 多大 會幫到豬籠還是什麼 但是 實用 畢竟我們這裡 台灣 你想看 我們最缺不是豬肉 那就是雞肉 不是豬肉 結果我們缺雞肉 這時候缺到這個地方 一定導致換到吃豬肉 豬肉所以一定 瘋狂上陣 對 你看現在就 雞肉就好了 雞肉就缺到這樣 大家吃那個 不是因為我們台灣是時候 原來都 肉絲類的 就是都吃這個 豬 牛 牛 雞 所有的肉 豬跟我們的關係最親 對 豬跟雞 跟我們最親 但是 包括台糖 也是說 台糖也有養豬 你如果台糖的豬 進來我們養豬 有 會比較平衡 甚至價格 可以稍微再加一點 他們都有在出 但是他們自己使用 他們都不夠了 因為他們的育成力也一樣 因為養豬肉也貴 他們育成力也一樣 所以 銀士幣 政府說的 他們也有釋出 但是量不夠 量不夠那邊出 不是 不是 量不夠那邊 其實如果台糖都出 其實量也沒有辦法影響市場 對 沒有辦法影響市場 很大 剛才你說的 第二就是治療 接下來 你剛才說到 什麼 豬下禮 跟 我聽說 藍耳病 對 這個疫病的問題 今年 豬年有這麼嚴重 嗯 今年比較嚴重 就是下禮 對 藍耳病是還好 因為你在那兒子 我在說 育成力低 因為在那兒子 一出事 就開始漏洩 那就沒救了 載豬下禮問題 對 就沒救了 他直接漏洩 就叫我了 育成力差多少 好 我調查起來 差很多 這 為什麼 不是說 看的數據 你看地龍 都不敢說 他現在調查起來 你一 不是一股的可以出幾隻 可以出幾台 出幾頭 但是 你比如說 我這天去調查一個 地龍 他平均一股的 他可以出十台 後手變五台 變六台 這都沒辦法確定 因為他大 他不是只有在那兒子 是大這麼大 他買到 也在那兒 眼睛金金看 他死在那兒 所以 這 有這種傳染病這種 真的是 譬如說 烏爾戰爭 我們沒辦法被營養 但是 豬下禮問題 我們就要好好地來 不然這個要好好地來 來 看他們 有什麼 配套 你如果不會被營養 就害了 那庫長的請教 就是說一般 比較不瞭解 就說 剛才剛才我們打賣場 那 剛才我們打賣場 剛才我們打賣場 人比較少 裡面人會很多很多 剛才說 這些承包商 或是承銷商 跟他們說 我們介紹 走比較高 或是介紹 台比較低 有可能說 他們說好 來決定介紹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坐每一個人 一個位置 你大家要怎麼說 你不買白人也要買 我們的客戦多 你不買白人也要買 那有可能 你們只說好 就好 不可能 不可能聯合烘台 不可能聯合砍價 我們是公平競爭的 我們是一個平台 你如果 這一頭豬沒有人買 時候 我們就會取消拍賣 會有賣不出去的豬 會 我們會取消拍賣 就是重新來 我們會去了解 這一頭豬 到底是什麼 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疾病啊 嗯哼 還是 白腳啊 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 沒有為什麼這隻豬 價錢要掉下去 我們勢必一定要去了解 因為我們是平台 明明前幾隻都九十一百 還是這隻五十 還有人要買 對 所以偶像我們就是要去協調 那偶像你像說 我們抽到賣錢 我們也要知道說 今天 到底是中幾隻 因為這 我們是屬於調配的這種 你今天我們要買幾隻豬 通常我們都要去調配 我們都要市場調查 你台北今天要幾隻豬 平台今天要買幾隻豬 中部要買幾隻豬 我們分別在店 才要買幾隻豬 我們都要去市場調查 你沒有調查 你怎麼知道他們要買多少豬呢 當然喔 對 你如果今天我們 我們市場只可以負荷到 兩千三百豬 你為什麼要調到兩千四百豬 還是兩千五百豬 這樣價格是不是會跌 對 所以我們是調配到 大家協調到 OK 我們再出 我們再出單 其實我們現在整個拍賣市場 看起來是比較成熟 穩定一點 對 那不是說豬農 他們的血本無歸 譬如說 他吃一隻豬 成本一公斤 就是最少要買六十塊 七十塊 沒有他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說 這些割定價值的 剛才買的 如果用五十四十買 他就了錢了 怎麼會這樣 這是可以換一個方式說 你如果像我剛才說 我們現在天氣炎熱 他現在豬就是不大 所以他現在這個價格 還剛好這個節氣 節日 都在這個時候 所以你豬不夠 所以他瘋狂漲強 他的價格一定比較高 你如果要換年吃 是不是比較高 比較大之後 豬大快 因為他會吃 他的活動力比較好 對 所以他賣起來吃 所以他在出的時候 那些東西 大家都大都很快 賣付出 所以變成很大隻 了解 很大隻 所以他們的價格 不是說 人們都不喜歡你們的 第一槍什麼 第一槍就是說 像我們這裡 每天都是抽籤 就是抽籤 抽到幾號 拍下去 拍賣 可以說是抽到後面 比較不利 但是你還是要公平的 是 所以要抽到膠 因為抽到後面 價格有可能 到盡頭就是 開市 跟快結束的時候 他的價格一定會有差 是 但是我們是公平的 我們不可能說 因為什麼人什麼 沒有那個事情 所以就是大家公平的 好拍理論都抽籤 對 這是好拍理論 這不是說 你們什麼人比較好 你們可以打倒閉 沒有那個事情 我們是公平的 是 公平交易平台 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現在整個 豬肉的整個拍賣市場 拍賣制度大概就是 還算成熟穩定 對 現在目前都很穩定 也不會發生什麼 那個豬農血本無歸 大概也不太容易發生什麼 聯合烘台這件事情 不會啦 主要還是供需 對啦 在決定價格 對啦就是你需要多少 我們供應多少 我們是一個平台這樣 沒有什麼 我要幫你放大 要跟你說 好像要讓你 沒辦法賣 你知道我多可能 我們長吃一個白骨飯 是說在台北就好 白鯊 所以我要請到客廳 說消費者是不是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 以後你的價格 可能就是這麼高 會更高 因為玉米 電價油價跟玉米 你如果再繼續著 連番再漲 延遇之後一直起價 所以 勢必豬農 我們所謂的豬農 他們會選擇退場 我就賣賀 你再叫我吃下去 我又了解 我都賣漲就好了 會變成這個問題 我有查 去年 2022年的時候 去年 我們台灣起低的 減差不多200多重 是怎麼 很難賺 做不下去嗎 不是難賺 我們的環保 因為我們的排水 廢水 你如果設備 用料不好 你會發錢 因為影響到環境 我們台灣現在很注重環境 這當然 你注重環境 你環保 你如果減減不下 要再開下去 要再幾百萬 我選到 退場 不要賺 都是這樣 豬尾就是大廳 還有重建 還有設備 還有定用 讓別人來賺 現在 再來 第一 第一 以前的都是老爺 就是想說 小廳 我這樣吃幾百隻 就回來 營鋼就吃幾百隻 結果現在 年輕人回來看到 你吃這個 還沒好 還沒什麼 所以選到退場 所以會慢慢的減少 減少是小廳 小廳在減少 小廳 大廳其實沒有減少 大廳其實都沒有減少 你看了 畜牧場一直在退場 其實都是小廠在退場 其實我們這樣說 民間還可以過 我最會的再請教註 就是 也有人說 我們要吃溫體豬肉 所以我們看到 一隻豬肉 價值多少 五秒六秒七秒就決定了 對啊 是 但是 台路知道 他脂肪力多高 肉是有漂亮 沒有漂亮 所以我們應該要走向這個 這種所謂的 專業的屠宰 冷凍市場 還有這個整個拍賣交易制度 這樣講得有道理 林間勢必 也是要用到冷鏈的這個部分 因為 你冷鏈 因為 你不知道這隻豬 到底 下去它是多少 我們林間是土豬好 冷鏈我們在拍賣 尤其環保什麼有的 一定要走到冷鏈 就不是說地在走秀 不是 不是 就是都屠宰好了 一塊一塊 路數沒有這塊水 對 對 這林間一定未來一定會走到這條路 所以我們這裡有中間 未來一定會走到這 要用這樣 林間就是 好屠宰好你們自己來選擇 哪一隻屬於你們要的 是 未來這都會走到這條路 不過這也牽涉到消費者 對 因為你一定要吃溫體豬 就一定是現在的這個制度 對 傳統市場 有的上班族 上班族就逢婚市場 如果我們比較多歲 阿伯阿伯說 我們菜市場買一個 都會變成這樣 林間上班族正常 現在上班族像北部家 他們都上班 上班族 下班就直接去超市 是 是 直接選購買回來 要吃多少買多少 這樣 這都會有一些這個問題出來 阿非常感謝康徒 沒有啦 不好意思 幫你接著這麼久 如果你喜歡這些節目呢 也希望你訂閱分享按讚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的島的Podcast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